在钢梁上签名并且进行现金螺丝等仪式后 县长潘孟安和巧新科技董事长黄聪荣等人合影 脸上喜悦藏不住 因为巧新科技进驻屏东的投资高达80亿元 特别要跟我们屏东的乡亲来分享这个喜讯 屏东县政府成立招商单一窗口之后 第一个招募的也是上市柜公司 也是投资目前投资的最大的高达80亿 巧新科技生产精品轮圈技术精震 供应世界各知名超级跑车制造厂使用 订单持续增长 云林厂客户订单接近满载 因此在各地寻觅场地计划扩展 在盘孟安促成下 巧新选定屏东设厂 因应未来营收倍增计划 正式生产的时间会落在明年的三季跟四季以后 这个部分是牵涉到我们都必须要请客人来认证 那客人认证的时间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 那所以每一个客人都要来 那我们现在有三十个客人 所以整个认证完成 有可能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计划是明年的第一世纪 可以开始正式投产 那整个雇佣我们在地的劳工 应该会超过八百个人 整体来讲我们大概将近有一千个员工 良辰及时一道 鞭炮声响起 商量仪式在众人见证下顺利完成 巧新的客户包括BMW 法拉利 宝石捷 劳斯莱斯 宾利等高级车厂 进驻屏东将为在地创造近千个工作机会 这样的量能产能的扩充 能为屏东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当然我们更要效法 这样的一个民间效益 一年多 一年几个月而已 就把这样的一个如此庞大的建筑 包括司座 甚至机器安装设备 都一并来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也相信未来会带动更多的产业的群聚 也创造更多的一个就业 巧新科技强调屏东气候宜人 地理环境优越 且离高雄港口只需一小时路程 更能满足在地劳工需求 整个工程在明年第二季完成 第一阶段投产之轮圈年产能为30万颗 明年第三季可启动客户到场进行认证 第四季可陆续生产与出货 屏东新闻 蔡理华卫德卫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